为什么他们的挑选只要六年跟高黎生 三年六年七年跟生究竟差别在哪呢 到底什么样的生才是高黎生标准美人 在韩国住着什么能够六年净赚六百万人民币呢 记者远赴韩国田津底头解疑货 实验室里找答案 进去关注探寻高黎生的秘密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人参啊咱们中国的古人把它称之为 集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气 并且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名誉张仲景的《山寒论》上 就记载了人参的药用价值 直到现在很多人认为 凡是虚弱的人都可以通过人参来补一补元气 可是在韩国呢 老百姓确实将人参端上了餐桌 而且是餐餐吃顿顿有 那在我们的印象中 人参不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药材吗 在韩国怎么却变成了大众食品呢 有人买就有人卖 听说韩国的人参 其中80%都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品牌 而且这个品牌创造的年产值能超过20亿美元 真让人感到吃惊啊 那么到底他们是怎么创造出如此高的财富 品牌背后又给韩国农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观众朋友们 大家觉得我这次打招呼的方式是不是很特别呢 没错 我们生活五六七栏目这一次踏出了国门 来到了美丽的韩国 说起韩国 除了酸辣可口的泡菜 时尚的男孩女孩 还有样东西不得不提 生饮料大补元气 生鸡汤补皮益气 人生酒凝神益智 如此珍贵的补品 在韩国为何能够无孔不入呢 都说啊 身比金贵 韩国人爱吃的高黎参到底卖什么价 种植高黎参的韩国农民 又能不能靠它发财呢 我这次韩国行 当然不是在热闹的都市里驻足 而是深入到那里的农村寻找答案 我现在来到了韩国中青北道的 贵山村一个村庄里 空气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你知道吗 在我这旁边呢 种了一样很特殊的东西 当当当当 看 这种的不是白菜 不是萝卜 不是辣椒 那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高黎参 中青北道位于北纬30至48栋之间 四面环山气候温和 非常适宜高黎参的种植 今天啊 我们凑巧赶上村民 调整到家的人生收获 我决定体验一把当生农的生活 到底在韩国种高黎参 收入怎么样呢 哎呀 好累啊 我在韩国当农民 这一片呢 是我们家的生田 怎么样 我们家今天收成特别好 哎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 为什么在农田里忙碌的全是大婶呢 原来啊 韩国人相信 人参是有灵气的植物 因此 如果没有被许可 一般人是不可以随便碰人参的 您瞧 大婶们小心翼翼 徒手把人参从地里面挑剪起来 大妈告诉我说 因为人参是非常娇贵的东西 所以呢 不能够随便轻易用工具 怕伤害它的这个形状 从早上六点钟啊 到下午的三四点钟 这手不停地做这个动作 那还得把你粗糙成什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大妈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哎 好奇怪哦 大妈哇 好漂亮的手哦 哇 你们看 很嫩 而且摸起来很光滑 很细 而且还出了指甲油 哈哈 大妈很暧昧 每天要干七八个小时的农活 我真的是很好奇 大妈们的手为什么还能这么细腻呢 她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人参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东西 一个补品 所以也让她的手呢 变得非常的细滑 细的 看来这人参确实是个好东西 大妈告诉我啊 高黎生的种植啊 是在每年的三月到四月 收获是在九月到十月 真是想不到 农民的这一种一收 竟然相隔了六年的时间 而且呢 人参收获后 因为人参啊吸取了土壤的很多养分 让土壤变得瓶颈 以后要过上十年才可以再种人参 看来啊 这人参真是靠着吸取了大地质精华 才能如此滋养 这一片呢 种的全都是这个韩国的高黎生 其实这一整片的生田呢 是开车的那一位农民家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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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这一片的生田都是你的吗 种了多少的这个人参 1300平方米 种这么多人参 能挣多少钱呢 6亿到7亿 天哪 真可观 难怪这里的农民呢 都是靠这个种人参 发家致富了 发财了 6亿到7亿韩元 相当于人民币500万到600万 农民用六年的时间的培育 创造出这么大的经济价值 那种植成本也不少吧 这一般的农民 能种得起吗 乔大叔告诉我 在韩国 大部分种高黎生的农户 都是和一家人参公司签约 韩国人吃的80%的生产品呢 都是出自这一家 不光自己发展 而且呢 还引导农民支付 这又是给钱 又是提供技术 这万一种植有个闪失 公司岂不是血本无归吗 我们对栽培人生的土地 事先进行 有否化学肥料的调查 然后制定一份种植合同 并且会预先支付 支持种植的资金 这一切都是为了培育出 上层质量的纯总人生 看来从源头把关 培养属于自己的高品质的高黎生 我想这也许正是创造巨额财富 所走出的第一步吧 而对于农民来说 要想赚得大把钞票 成为签约农户 又要承受什么样的考验呢 在这个生田的旁边 我发现有这样的小车 你说那车上放的是什么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小车其实就是朴大叔 为生农准备午餐的地方 生农们今天都吃些什么呢 看里面很多汁的 饮料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红生叶 种着人参 割着红生叶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什么样的参是红参 高黎生和人参又有什么不同呢 热心的大婶告诉我 原来啊 高黎生和人参其实是一家 只是人参呢 长在韩国 就叫高黎生 这地里面新鲜的高黎生叫水参 经过晒干的叫白参 再经过生加工后 因为颜色变得参红了 所以就叫做红参了 好解渴啊 冰凉凉的 但是说实在的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苦 品尝完冰凉的红参饮料 感觉力量倍增 我也该继续工作了 这边啊 大婶们正在对高黎生进行分解 既然是来体验的 我也不能落后啊 哎 你们发现没有 有的这个生呢 被放进了筐里 有的生呢 却被扔在了一边 这是因为什么呀 这些是六年跟人生里比较好的 放在筐里 被我们的收购商收走 不好的就会堆到一边 原来是这么回事 刚才大姐告诉我说 这个六年根就是种了六年的 当然也有这个一年根 一年根呢就是这个生苗 还有两年根 三年根 四年根 五年根 甚至到十二年根 但是哦 很奇怪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只收六年根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谢谢啊 谢谢 马上就要赶往下一站了 刚才和大婶们一块干活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送出我们特意准备的小礼物 表示感谢 再见 再见 刚才啊 您看我帮这个 农民大姐一块来分解 这些人生 这是她的第一次被筛选的命运 一颗长了六年的人生 你知道吗 她要经过多少轮的筛选 待会儿啊 我们就要去个地方 去看一看 这样一颗人生 到底能够分成怎么样的 三六九等 现在你们看啊 所有的箱子呢 一箱一箱的 再往外把这个人生倒出来 我看见很多的这个 阿姨们正在那儿 开始工作 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 我刚才看到你这边 有的生呢 扔到那个箱子 有的生呢 扔到这个箱子 是什么名字呀 在收获季节 我们公社 每日的收获量 可达一百多吨 因此我们公司 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经过精心挑选之后呢 就可以清洗正制了 像这些生 为什么还要贴上 那些小标签呢 因为运到我们这里来的 都是六年跟的人生 六年生也是要分等级的 这样我们就要给它 贴上等级的标签 现在你们看啊 我手里拿的这根根呢 就是一根非常好的 一等身的根 这个师傅告诉我说 你看 为什么叫一等根呢 因为它有头 还有身子 身子也非常的粗壮 而且腿呢 也非常的粗壮 你看这个形状 就是最像人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人生呢 是被他们认为 是最好的一等身的 相比之下 还有的这个六年根呢 长得就不怎么样了 你比如说像这一颗 像这样的 是不是就有点磕着寒着了 是吧 这些工人师傅啊 在这里工作非常多年了 他们基本上 可以说是半个专家 所以才能够很快地 筛选出非常好的人生 农民啊 用六年的时间 精心栽培韩国高黎生 这些韩国高黎生呢 经过程程的筛选 这脱颖而出的人生呢 就会被送进韩国人生厂 那么在这个人生加工厂里面 他们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又是如何得到最大的法规呢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韩国中部中青南道福渝郡 韩国最大的高黎生制造厂 就在这里 好奇的我 当然也要一探究竟 要想进到工厂里 必须先进行非常严格的消毒 刚才我在里面呢 进行了一番非常严格的消毒 因为这个车间呢 是一个密闭的 一个无菌的车间 然后他们在这里呢 要把这个高黎生 这个分切呀 制作和包装 整个过程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为了要保证一个 非常高的品质 经过前面几道非常严格的程序 这个高黎生呢 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了 那就是改头换面的一个程序了 这样一颗人生 要经过什么样的这个整形 才能够达到标准呢 头部有渣子 我们要把它去掉 头部和身子的比例 是二分之一的比例 是最漂亮的 这样一颗人生 师傅说 首先头部呢 要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清理干净 然后呢 身子呢 也要把一些 支支叉叉的东西 给剪干净 腿呢 不是说越长越好 不是说像人一样 大长腿才漂亮 它必须呢 腿跟身子是保持 二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 这样一个比例 那才叫漂亮呢 你们看 我手里拿了三颗高黎人生 知道这三颗人生的区别吗 我告诉你 这一颗呢 是三年根的人生 三片叶子 这一颗呢 是六年根的人生 是一颗比较好的人生 这一颗呢 已经七岁了 七年根的人生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这人生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吗 为什么韩国高黎生 选择这种六年根呢 接下来咱们到实验室 去一探究竟 经过对比三年根 六年根 七年根 检测结果显示 六年根的人生 含有的营养成分 最丰富饱满 最适合人群服用 我觉得啊 这六年根啊 就好比我们人的一生 六年呢 就是人的中年 壮年 最有活力的时候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 是最高的 看来啊 这韩国人选择这个 韩国高黎生 六年根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原来啊 六岁的人生 就好比人的青壮年时代 正是身强体壮 精力旺盛的阶段 而这个年头的人生 营养也是最丰富 功效最显著的时候 这个研究所是 韩国人生公社 建立起的大型研发体系 主要进行高黎生 试验研究 以及新产品的开发 而且 他们的研究成果 都是免费提供给 世界各地的同行参考 那么韩国人生公社 为什么要加大 对科研的投入呢 研究所负责 研究人生的栽培技术 功效和产品开发 公司把年销售而的 2%以上都投资在研究所上 为了提高人生的品质 我们进行了多种研究 这一点也是任何人 都无法比拟的 我现在来到了 韩国首尔的一家 非常大的农贸市场 叫京东农贸市场 那在这个农贸市场里面呢 我们不仅可以买到 像蔬菜啊 水果之类的农产品 最关键的是 在这个农贸市场 有一个非常大的 人生集散市场 真没想到 韩国高黎生 既然就在农贸市场里买 那老百姓买个人生 不就像买菜一样方便吗 菜市场里的人生 真是琳琅满目 各种品牌产地的人生 都在这里汇集 众生农户在这里 期待着收获 高黎人生在这里 互相比拼身价 老板我想问一下 这种是什么生啊 这个不是三米 哦 水生 这就是水生 哇 你们看 这个生非常的新鲜哦 一看就刚从地里挖出来的 既然六年根高黎生 是最好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辨别 这根生是否长够了六岁呢 它可不像我们人一样 看个头 看高黎生的年龄啊 还要学会梳脑头 您瞧 这就是人生的顶部 有几个脑头 就说明它是几年的身 另外 我们还可以梳腿 有几条腿 就说明它是几年的身 四百三十七一斤半 哎 你们看 我发现这里摊位上 都有这种包装的人生 不知道这种包装的人生 价格怎么样 老板这个是多少钱呢 这种包装的人生 这种包装的人生 是300g的一斤 但是 这种包装的人生 它是一样的 6年根高黎生 但普通的包装 是6万元 7万元 所以才能辨论 刚才老板告诉我说 这个呢 其实就是水生 风干之后 变成的白生 然后呢 它的价格 大概是在 六万到七万韩币 我来算一下 大概是多少钱 哎 三百七十五 这价格就要比水生 翻了 大概有 差不多一倍的价格了 经过仔细的比较 我了解到 水生是最便宜的 相当于160元人民币 随着进一步的身价工 白生呢 比水生要贵一倍 而红生啊 又比白生再贵上一番 红生又是什么身价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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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面全都是这个人 这个产品 你们快看啊 这里 我看得多 天生 地生 凉生 青生 天生呢 是一等是最贵的 好像一百根 这个红生里面 才有可能是一根 甚至一根都没有 天生是四百三十万韩币 相当于人民币 大概是两万六千多 对不对 哇 真的 果然是好东西 很贵 活气力 这就直接喝吗 记者在这里发现 吃的喝的用的 各种红生制品 是一应俱全 那么为什么 韩国人对东森 如此青睐呢 我吃了三年呢 觉得增强了抵抗力 而且皮肤越来越好了 在韩国人的心目中啊 人生是他们最好的保健品 不管是饮食上 还是生活中 到处都可以看见 红生的影子 就连喝酒 也有一个 谦卑不倒的小秘密 我们进军中国市场 目前在北京 上海 广州 青岛都开设了分公司 直接与消费者对话 我们致力提供 全世界最安全优质的产品 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做贡献 在韩国呢 深受老百姓喜爱的 韩国高丽红生 不知道在中国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回到了中国 来到了北京的一家专卖店 一起来了解一下 买的最多的呢 还是我们的红生的能缩品 包括我们原汁生呢 我们为顾客可以提供 萃取服务 把自己的有效 从中萃取出来 然后直接不用就可以了 到韩国亲身体验高丽红的种植 才知道 韩国的高丽红都是由政府统一监管 从选土地与农民签订种植协议 到监管高丽红的种植收获 以及最后统一送到人参公社的 加工机理加工 生产成人参产品 全是在韩国人参公社 直接操办下生产销售的 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呢 其实就是利用政府的良好平台 以及可信度 举全国之力 打造一个韩国产品品牌 将韩国高丽红 融入韩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生产模式 是不是也供我们来参考呢 好了 生活五六七和你在一起 今天的有奖收视问题是 地理刚刚收获的人参 叫什么呢 答题的观众有机会获得 周奖万宝太阳能一台 越奖广州万宝集团 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韩国 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 你想了解 汉的饮食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嗯 嗯 你想知道 在韩国 现在老百姓最流行的资物方法 是什么吗 边走边吃 跟我一起来寻找答案 生活五六七 巧吃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